快捷汉语一加一 第二十三课 推销 第一幅画 词汇 推销员 负责 推销 商品 化妆品 额毛大雪 打伞 外面 里面 对话 老李现在干什么工作? 他是推销员 负责推销商品 老李推销什么商品? 他推销化妆品 现在的天气怎么样? 现在天气很冷 下着额毛大雪 老李怎么推销化妆品? 他打着伞去外面推销化妆品 大冷的天 老李为什么要去外面推销化妆品? 因为他还没完成自己的任务 第二幅画 词汇 户 人家 上门 情况 扑 吓一跳 陌生 熟悉 对话 现在老李到了哪儿? 他到了一户人家的门口 老李到别人家去干什么? 他要上门推销他的化妆品 在那家的门口发生了什么情况? 那家的狗突然向老李扑了过来 老李怎么样了? 他被狗吓了一大跳 伞也掉在地上了 那家的狗为什么向老李扑过来? 因为老李是陌生人 狗不认识他 第三幅画 词汇 主人 壁炉 暖气 空调 暖和 使用 夸 一 旧 机会 虽然 但是 对话 这个端着酒杯的女人是谁? 她是那家的女主人 女主人的房间里怎么样? 房间里有壁炉 生着火 很暖和 老李对那女人说什么? 她说 您真漂亮 您应该使用最好的化妆品 老李为什么夸那女人漂亮? 因为她觉得一夸女人漂亮 就有机会卖掉化妆品 那女人买了老李的化妆品了吗? 没有 虽然老李夸她漂亮 但是她还是没买老李的化妆品 第四幅画 词汇 感到 只好 强 价廉物美 丰富 想象力 对 总是 美是 对话 没卖掉化妆品 老李的心情怎么样? 他感到很失望 那老李怎么办呢? 他只好离开了那女人的家 老李一边走 一边在想象什么? 他想象有很多人 抢着买他的化妆品 那些人 为什么抢着买老李的化妆品? 他们觉得老李的化妆品 价廉物美 老李有很丰富的想象力 对不对? 对 他总是想美事 第五幅画 词汇 压 赚 奖励 发 笔 奖金 棒 对 对 话 这个人是谁呀? 他是老李的老板 老板为什么这么高兴? 因为老李为他的公司赚了很多钱 老板给了老李什么奖励? 老板发给老李一笔奖金 老板 老板还要请老李干什么? 他还要请老李喝酒 老板为什么对老李这么好? 因为老李是公司最棒的推销员 第六幅画 词汇 为了 干杯 跟 灯干 疙瘩 热爱 淡 倒霉 对话 老李还在想什么呢? 他在想自己和老板一起喝酒 喝酒的时候 老板对老李说什么? 老板说 来 为了咱们的公司 干杯 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? 老李的头突然撞在一根灯杆上了 老李的头怎么样了? 他的头上撞起了一个大哥的 老李是个什么样的人? 他努力工作 热爱生活 但总是碰到倒霉的事